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副天真浪漫的样子 十分可爱 丝毫不输当年的小婉君金明 胡雅思出生于北京丰台 他的父母都是从事服装生意的 尽管生意厂商的事情十分忙碌 难以抽身 但是两人丝毫都没有放松对女儿的教育 也正因为胡父母十分忙碌 所以为了能让女儿有技能放身 日后找不到工作也不必做些累活 就把胡雅思送入了少年宫学习唱歌跳舞 那时候的他只有三岁 学习了一年的时间 胡雅思天赋好 又肯努力 在少年宫学习的一年时间 他从来都没有偷懒 于是很轻松地就考上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小明星班了 进入小明星班之后 胡雅思更加勤恳 尽管年纪小 但是父母的尊尊教导一直都在他的心中 尊敬老师 有爱同学 没有一个人不称赞这个小姑娘是个当演员的好苗子 不久 胡雅思就凭借出色的才艺和青春的外貌开始拍广告 还非常幸运地参加了央视剧般的文艺晚会 在众多活动的熏陶下 小小的胡雅思喜欢在舞台上的自己 也喜欢在镜头前的自己 他乐于表现 却不及功尽力 从来没有停止过练击本功 他知道 自己要有一身渣渣实实的本领 才能达到不管什么时候都临危不乱的心境 机会总是会降临在努力的人身上 1993年 六岁的胡雅思得到了出演《长天烽火》中一个小角色的机会 虽然戏份很少 仅仅只有几个镜头 但是胡雅思在出演的时候非常从容 对于一个只有六岁的小女孩 第一次出演电视剧 能够做到这样的沉着非常不易 也非常令人佩服 从这一点也足以让人感受到胡雅思的过人之处 这一次的表演结束 不少导演都对这个镇定自若的小姑娘有所耳闻 但是这时候还没有片约找上门来 一直到1995年 八岁的胡雅思拍完妞妞的MV之后 很多观众都打心底里喜欢上了这个乖巧 可爱的女孩子 此后胡雅思的片约也是不出意料的纷支他来 他出演过新龙门客栈中可爱娇俏的邱婷 还出演毛阿敏 田镇等人演唱的公元1997的MV 第一个镜头就是他手碰红竹 还搭档夜童出演浪子大钦差中开浪爱笑的月月 还有旅后传奇中贤惠端庄的张燕等等 还有很多很多 每一个角色都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 但是这些不同都在胡雅思的身上化作了同一个人 他的演技从小就卓越于旁人 也正因为他的年纪小 总是出演各种主角小时候的样子 所以还得了一个美女童年专业户的称号 演艺经验越来越多 所以胡雅思也不出所料的得到了出演穷瑶电视剧的机会 这次机会自然就是经典的环珠格格 他在其中饰演的角色小鸽子 动不动就被班主打骂 还好遇见了小燕子 才过上了幸福平和的生活 那时候的胡雅思只有12岁 穿着古装的样子十分软萌 拍完《孩竹哥哥》之后 胡雅思又陆续出演了两部剧 同样是饰演女主角的小时候 伴随着作品越来越多 他的名气也随之变大 但是成名之后的他依旧不骄不躁 千俊有礼 每个月的零花钱也只有四五十块 他与喜欢穿漂亮裙子的女孩子还不同 衣服旧了一样穿 他说 只要衣服没破都能穿 不想浪费钱 由此更可见胡雅思淡雅如菊的好品质 转眼间千禧年到来 胡雅思也到了13岁的年纪 一边是郁家繁重的学业 一边是蒸蒸日上的事业 胡雅思思量再三之后 选择了学业 同时他也宣布退出演艺圈 不再演戏 而是拥抱不一样的生活 其实小时候的胡雅思 曾经拍摄过钢琴广告 钢琴一直都是他心中的一个梦想 在少年宫的时候 他就对钢琴爱不释手 所以退出演艺圈 也是为了圆自己心中的梦想 两年后 胡雅思随家人移居 移居后他专心学业 而后他成功考入了理想的音乐学院 筑修钢琴专业 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钢琴老师 在岁月的雕琢之下 他脸上的天真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动人的清纯 或许是看开了世事 或许只是想追随内心的想法 现在31岁的胡雅思选择了出家 胡雅思的人生 可以说是充实而圆满 表演 钢琴 想要体验的都体验过 并且他有天赋 聪明 努力又踏实 这样的女孩不多 这样的女孩活得也不易 因为太过懂得 所以总要做到做好 从不辜负旁人